各位观众朋友你好 很高兴又在大法谷节目里面跟您见面了 那么在台湾呢和中国大陆 都有一些出家人在原籍之后肉身不坏 而被信徒们供奉为肉身菩萨 我们要请教圣言法师 在佛教的观点是如何看肉身不坏这件事的 是不是死后肉身不坏的就都是菩萨呢 这种信仰 是值得赞叹的 但是也不一定是正确的 因为肉身不坏 不一定就是菩萨 但是呢 肉身坏了的就不是菩萨吗 也不一定 还有值得赞叹的原因呢 就是啊 凡是这种 死了以后啊 没有腐烂的 这个失身不腐烂呢 如果是在全身前吃啊 很有修行的人 能够管制善缘的人 他们的行为 就是一种啊 就是一种啊 教化 医生之半 医生作者 那应该我们要敬仰他们 尊敬他们了 可是呢 可是呢 肉身不坏的原因呢 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塞加牟尼佛 一盘以后啊 是火化的 他没有把这个保存呢 他就肉身的 这又在我们中国古代有很多啊 墓葬的 以及呢 癌鸡啊 有镜子塔 那个也算是墓葬的 他们有可能是 失身不坏 在我们中国啊 这佛教来中国之前啊 就有一些古墓啊 那尸体不坏的 那么在 埃及啊 他们用一种香料 能够使得尸体啊 风干啊 也不坏的 不过呢 那一种做法呢 它是用人工的 要它不烂啊 那这种也算是菩萨吗 不一定 所以在这印度呢 是主张啊 虎化 火葬 而佛教的传统啊 特别是禅宗的传统 一些大的祖师们 死了以后都是火化的 墓葬的 不多的 但是呢 墓葬啊 是有许多民族啊 他们 多 喜欢的一种风俗 一种习惯 一次在墓葬 以后几年把它打开 捡过头的时候 看到 尸体没有坏 那有两个情况 看待了 幸福的人呢 说到这个是若胜不诈 是遗体没有坏嘛 没有幸福的人呢 说僵尸 很恐怖的 要用火来把它烧掉 甚至于请道士啊 来给他做法 因为那个很恐怖啊 那究竟是不是僵尸呢 也不一定啊 就是没有烂掉的死是什么 也不一定就是鬼啊 那没有烂掉的死是 那也不一定是什么菩萨呀 所以这个观点呢 我们必须要理清 但是呢 在生前呢 已经是很有修行的一些高僧 或者是呢 他可能有修行 其他人也不知道 死了以后身体没有烂 那不管他烂 或者是没有烂 都应该让我们去尊敬他 恭敬他 比如说慈昂法师 过世了肉身不烂 大家去拜他 而成天师的 广青老和尚死了以后啊 火化了 那大家也去拜他 我想啊 这个肉身不坏的这种信仰呢 对民间来讲 是很好的 因为人都觉得 这个是一个特别嘛 所以是应该去拜他 那我相信 他们这些 肉身不坏的这些 比丘这些出家人呢 在生的时候就是菩萨 不因为肉身不坏 才是菩萨的 像慈昂法师 在生的时候 就是很慈悲的 就是广度众生 广其善缘的人 本来就是菩萨呀 不是因为 他的肉身不坏 才是菩萨的 因此呢 不管他肉身不坏 或者是肉身坏 我们都应该拜他 都应该尊敬他 都应该怀念他 都应该纪念他 那另外呢 我们这个世界上呢 佛教或者宗教 他的信仰有不同的层次 有的人呢 他喜欢 他相信 他只能够相信 这种比较奇特的现象 表现奇特的现象 出来的话 就能够受到人的尊敬 受人家礼拜 受到人的信仰 如果没有奇特的现象 表现出来呢 他觉得 没什么好信仰的吧 这是一个层次 这是民间的 一般的通俗的信仰来讲 肉身菩萨很有用 肉身菩萨对于佛教啊 是一个 非常好的 一种号召 因为有肉身菩萨 大家去拜了 这个很好 这是佛教的 佛教的人很有修行 去拜了 另外 有的层次 他重视 这个人 在世的时候 他留下的是什么 留下的是 言论 也就是他的思想 还有他的 贡献的 功绩 功劳 功德 大家幽默共度 几百年以后 几千年以后 大家还 占有他的光 这种人 就非常感谢他 非常 这个 仰慕他 那这种人 虽然肉身坏了 没有关系 他的法身没有坏 他的精神没有坏 所以许多的人 还是崇拜他 那这个两个层次 是不大一样的 有的人 只能够感受到 第一种层次 有的人呢 要超越第一种层次 到第二层层次去 所以 我说 这两个层次都好 都有用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